中国宣布7月起进口汽车整车税率 从25%跟20%降到15% 汽车零组件税率则将从8%到25% 调降到6个百分点 加上美国利率会议记录显示 联准会并不急着采取更激进的紧缩政策 两大力多带动美股走高 但是川普总统对美中贸易 以及是否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态度是反复的 还指示商务部对进口车展开232条款调查 压抑美股的涨幅 以科技类股为主的纳斯达克 以及费城半导体表现亮眼 对半解数更以3.39%的州涨幅涌贯全球 由于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批准了孔蒂出任总理并筹组内阁 市长担心新政府人事及财政扩张计划 另外穆迪也警告可能调降意大利的债姓平等 加上西班牙反对党社会党扬言 若是赢得对拉霍伊首相发起的不信任投票 将提前举行大选 我们看到除了意大利跟西班牙相关指数重挫 还拖累了其他欧股的走势 美中贸易谈判达成不打贸易战的共识 贸易战争担忧是一度的降温 但是川普又对两国贸易谈判结果表达了不满 另外他对原定6月举行的川金会态度又是反复的 加上油价下跌 新兴股市涨跌互建 拉丁美洲两大龙头双双重摔了5%以上 我们摊开上周表现最佳10大基金标的 清一色是国内基金的天下 统一台湾动力基金靠着两档被动元件龙头 以8.46%的正绩效轮源 2到5名正报酬介于6.13到7.27% 6到10名的单周基效也通通都从正的5个百分点起跳 而至于基金绩效差的标的 可以看到上周第6跟第7名的立安资金 越南基金呼应越南股市的弱势 但是占据更大版面的则是能源相关 除了第10名的法巴百利达全球能源股票基金 我们可以看到1到5名呢 更全部都是做多元油跟能源基金所包办 付报酬从6个百分点起跳 不难理解就是受到了油价走跌所拖累的 呼应弱势指数的排行榜呢 除了有AMX石油跟AMX能源费城油业更引大跌7.59% 成为了上个礼拜全球第一弱 西德州原油近月期货价格上周重挫4.77% 收在每桶67.88美元 主要是美国库存增加 加上又传出OPEC可能考虑增产 每天最多百万桶的消息 不过CRB商品指数只有小跌0.17% 是相对的有称因为美债殖利率没有再进一步的走高呢 就带给黄金喘息的空间 黄金近月期货一周上扬0.96% 来到了每盎司1303.7美元 费城经营的周涨幅1.73% AMX金虫也收高了1.38% 摩根大通表示美国进入景气成长后期 预期未来欧元区和日本的景气复苏将会追上美国 美元长线偏弱就有助于黄金的走势了 若是明年看到金价突破1700美元 也不需要感到讶异 而标普50011大类股当中 最弱的就是受到油价拖累的能源类股 重跌5.46% 原材料类股以1.98%的跌幅居次 由于美中达成共识停止互相加征关税 就拖累了钢铁公司AK Steel 以及美国钢铁的股价下跌 化学品公司雅宝则受到了同业 智利理矿公司SQM计划提高产能的消息冲击 下跌将近一成 而10年期公债智利率下滑 激利公用失业及不动产类股 分别进阳了2.51%跟1.01% 涨势领先 科技及非核心消费类股涨幅都在0.5%上下 而美光上调本期财测并宣布 100亿美元股票买回计划接力股价喷出将近有一成五 另外媒体报道 美国拿中芯通讯的问题来施压 要求中国批准高通跟恩智普的并购交易 让恩智普跟高通连昧走高 也引领了半导体股走扬 Netflix进阳8.36%续创新高 而零售商Fullocker以及Tiffany业绩暴喜 股价狂飙 据川普将针对进口车展开了232条款的调查 则推升汽车肋股走高 接下来为您追踪上礼拜ETF的资金流向 而这个礼拜要关心的重要经济数据 包括了美国第一季GDP修正值 4月PCE评检指数 还有核心PCE指数 5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 及平均时薪成长率 5月ISM制造业指数 另外联准会将公布和皮书 并定在5月30讨论修改沃尔克规则 至于欧元区则有5月Market采购经理人指数中值 法国第一季GDP修正值等等数据 还要提醒您在5月29号 包括法国行长及多位决策委员 都有公开的谈话 这攸关欧洲央行政策动向及欧元走势 以上是这个礼拜放DJ基金集 ETF周报 感谢您的收看